后来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个宁公寓把这个佛光寺整个给汇气了 大中十一年 现在咱们就出发去那个佛光寺 从我们住那个酒店出来的话 佛光寺离那个现在住的这个位置 大概还有这么两公里的路程吧 你看今天我们来的地方太棒了 没有人 估计上到这个佛光寺里边人也不会多 一会儿到那个佛光寺附近的时候 再给朋友们再说一下 咱们现在就早就出发起来 进山 看人家还是农村人勤劳啊 早晨起来就开始打扫卫生了 这附近的小村子都是挺干净的 就是沿着我们现在过来的路口上山 非常油精 也没有人 昨天那老板还跟我说呢 就说现在在那个武台山景区啊 现在反正那边住宿 吃住都贵 这边现在非常清静 住宿也特别便宜 才120块钱 加上吃喝啊 这一天也就是200块钱吧 所以现在你看这条路一直通到那个佛光寺 还有两公里 终于上来了 从下面到那个佛光寺的那个前门的那个山门这儿 它这个位置啊 以前就是最早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的那个学者啊 曾经在梁思成县之前啊 来过佛光寺 就因为啊 他可能没上那台阶 没看见里面那大殿 他就认为中国 没有这个唐代的这个建筑了 从这个佛光寺的山门进来 还真看不见那大殿 前面有两棵树给挡着了 所以当初 这日本人呢 这学者考察的时候 就可能就走到这儿 止步到这儿了 他没有再往上仔细的走啊 再看 结果就把这给错过去了 后来梁思成和林徽因呢 两位先生 在1937年过来考察的时候 发现的这个佛光寺 就是仅存的几座 现在国内的这个唐代的木结构建筑 一会儿咱们就上去看一下啊 一会儿我们就从这儿上这个台阶啊 上那个佛光寺的大殿 它底下在大殿的下方就像那个基台似的 这底边可能是那 有几间那个窑洞 作为它那个大殿下方那个台基的那个基础 看下边游客下来了 这台阶还特别陡 一会儿从那台阶上到那个大殿 到那个佛光寺那下面那个台基那 才能正式的看见这个大殿的整个的全貌 看这台阶多陡啊 从这儿上来 哇 走 这年纪大的上不来 太陡了 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台阶上来以后 这台阶基本上是直的 特别窄 哇 看见了 这佛光寺最早是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啊 由于这个唐武宗啊 在这个会长五年历史上发生了著名的这个武宗灭佛事件 就把那个佛光寺整个给毁弃了 毁弃之后啊 在唐武宗之后 唐宣宗继位之后啊 开始重新的兴盛佛教 当时啊 这个武宗灭佛的时候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佛光寺被毁以后啊 只剩下我身后的这个祖师塔 这是北魏孝文帝时期的这个建筑 也就是说这建筑 是唯一保留的这个佛光寺里面的北魏时期的建筑 现在我身后啊 就是这个佛光寺东大殿的 这是在唐宣宗继位以后 有这个宁公寺 也就是说当时啊 一个太监的夫人 虽然当时是说是太监 但是有权势的太监 他也娶妻啊 就是做明显的夫妻啊 这宁公寺捐资啊 建的这个佛光寺的这个东大殿 我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当中啊 最鲜明的一个特色 就是对斗拱的使用 斗拱在宋代的营造法式当中啊 又被称为铺座 通过对这个古代斗拱的这种特征的鉴别啊 可以判断这座建筑始建的这种年代 一般来说呀 这个斗拱啊 与那个房屋前面那个立柱 所占的那个比例越大呀 那么这座古建筑所始建的年代越早 那你像佛光寺 他这个斗拱啊 所形成的这种形质啊 他的那个高度啊 占他前面那个大殿立柱的那个比例啊 基本能达到百分之五十 这种比例啊 越往后市 斗拱的这种高度越缩小啊 占那个房屋高度的那个比例越少 他这个佛光寺这个东大殿 他后山墙的位置 可能后来啊 给夹了两根这个梁柱啊 支撑他上面这个斗拱 因为他这斗拱啊 整个的由于年代太久远了 有点向外倾斜的 可能过多的话有变形啊 怕他将来坍塌可能是 在这个后边这个两个这个斗拱 那个脚上的斗拱 给夹两根支柱啊 顶着他那个最半边的外颜 给他起到一点那个承重的作用 当初梁思成先生 根据敦煌壁画的那个记载啊 就是骑着骡子进山呢 找到这个佛光寺之后 就是根据宋代营造法事的 那种术语和称谓啊 对佛光寺斗拱的这种特征啊 就定义为是双鸟双下昂 七仆座唐代建造的佛堂大殿 因为根据北宋营造法事的 这种记载啊 在建造这种大殿规格最高的 是八仆座 日本奈良的唐昭提寺啊 是六铺座唐代建筑 在梁思成先生啊 发现这个唐代佛光寺之前呢 只有日本呢 保留了中国唐代建筑的那种形制 而佛光寺的这种形制和建造规格啊 全面超越了日本的那个唐昭提寺的 那种规格和形制 这大殿的几扇门呢 它那个门的背面有那个唐代的提寺 不是不光是唐代 历代的那个提寺都有 现在他把那个提寺啊 都用这玻璃都给照起来了 保护起来了 因为当初梁思成先生 怀疑这个 他的几天这个门呢 这几扇门是明代后家的 后来经过在这个门的这个门板的背面 发现有历代的这个提寺 最早的有唐代的 结果证明这个佛殿的这几扇大门 也都是原装原配的 都是唐代本身的这种木构件 所以啊 他这店里边处处都是文物 因为这几扇门呢 原来在那个没有改建以前啊 他前面是六根柱 撑着一个大柱廊 一个走廊 他那门呢应该是在里面啊 就是在这几根柱子上面安的 后来就把他挪到前排这个柱子来了 因此他那门等于是 从那个原来那位置向外扩了 原来啊 在这个最早的时候 在唐代 他那门靠里面的时候 就整个 现在我们站的这位置 就是一个大走廊 外面是六根柱子 所以后来就是被证明啊 那是可能是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发现的 他这个门的背面啊 有那个历代这种提计 就证明这个大门 都是这个唐代本身的这个木质 这种构架 因此他这大殿的前排啊 一共是十二根柱子 支撑着整个的前半部的这个上面 这个梁架 因此从这个位置看的话呀 整个这个大殿 包括这个唐代的这种造像 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宏伟壮观 这个女弟子佛殿 这个宁公寓 这是这个大殿的当初的这个出资方啊 捐赠人 他出钱建的这个大殿 这个宁公寓 后来就考证啊 他可能是唐代一个大太监的家世 就是当时虽然是太监吧 他也娶妻啊 就是名义上的夫妻吧 如果他当时没有这么大的财力的话 是不可能啊 就是捐这么多的钱啊 建这么宏伟的这么一座建筑 我终于找到了 这个大宗十一年 这个大宗十一年 唐代大宗十一年啊 这当初那个梁思成和林慧彦先生啊 就是给这件这个建筑缎代啊 就是在这个经床上找到这个年代以后啊 更确凿无误的和他其他特征结合在一起啊 确定的他这个年代就是唐代大宗十一年 等于是相当于公元九世纪吧 这次来这个佛光寺真是不需此行 既长知识人又少 因此这个景点啊 给朋友们推荐推荐 如果自己自驾过来的话 比去其他的那些人多的地方 在五一期间大家都抢酒店 抢这个各种的设施啊 要好得多 下一站我们去那个南传寺 看另外一个这个唐代保留下来的这个古建筑 南传寺的历史啊 比佛光寺还要早 但是规模不如这个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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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